第1081章准递强者 听到王滕的解释与承诺 丹门众人的脸色烧气 但依旧难看 陷入了沉默之中 临山众人也微微沉默 丹门门主丹亲沉默伴赏道 要我们签订灵魂契约也可以 不过你得先出手就知好我丹门护道前辈 否则若是我们签订了灵魂契约 你却知不好护道前辈或者不出手就知怎么办 他本以为王滕必定会否决这个提议 毕竟若是当真治好了他丹门的护道长老 以护道长老的实力 对对方无疑是一个威胁 却不料王滕却很平静地点了点头 答应下来道 我可以答应这个要求 丹门众人顿时纷纷一愣 没想到王滕竟然直接答应了下来 这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他难道就不怕治好护道长老后 他们会反悔吗 毕竟护道长老实力强横 若是真的治好状态回升 要镇压眼前这个神盟之主 终究不过弹指尖 纵然对方真有可以搏杀大圣的实力 都不够看 带我过去吧 王滕不愿意耽搁时间 开口道 丹青与诸位长老相识一眼 随即冲着王滕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接着便是欲红而起 带着王滕来到远处的那座灵山之上 灵山上一座洞府中 老者气息衰弱 身上已经笼罩上了一层死灰色 几乎由近灯哭 老者冲着王滕微微汗手 强打起了精神 苍白而干瘪的脸上挤出一丝温和笑容 打亮着王滕 虽然此前便已经暗中观察过王滕了 但是此刻近距离之下 却更感觉到了王滕身上那不同寻常的气质 不由得点头惊叹到 想不到这小小的极东之地 竟然也引得真龙有意 这场大事之争 必有小有一席之地 干门众人听到老者的话 顿时纷纷惊心不已 没有想到这位护道前辈竟然对王滕有如此高的评价 王滕客气的一笑 前辈过誉了 说话间 王滕心中不由得微微一宁 近距离下 他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眼前这位老者的状况 对方的情况 比他想象中还要糟糕 但更让他震惊的是对方的修为 不是大圣 也不是智圣 而是准地 此刻 王滕表面上虽然还很淡然 风轻云淡 与对方侃侃而谈 但是内心深处 却早已掀起了惊涛骇浪 暗暗哆嗦 他本以为 这丹门能射退殷煞宗 当中大概是有一尊大圣巅峰 或者是智圣境界的强者坐镇 但是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坐镇丹门的 竟然不是大圣与智圣 而是一尊准地 准地啊 若是能再更近一步 那可就是大地 何为大地 人道之巅峰 真正的君临天下 在他的了解中 整个东荒 拥有准地级别强者的 大概也只有那三大上补实力 上补楚家 上补齐家 以及天玄圣地了 却没想到这一个小小的极东之地 东荒最偏僻荒凉的边缘地带 一个小小宗门之中 竟然藏有一尊准地强者 难怪殷煞宗当初吃了亏后 就再也不敢打这丹门的主意 有一尊准地坐镇 谁敢来找死 哪怕这尊准地 此刻的状态很糟糕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对方状态虽糟 但是气还在 帝威还在 哪怕冰死 也绝不是萧小之辈可以欺压的 王滕心中不由得暗暗歌登 着实有些失算了 不过很快 他就镇定了下来 他不是萧小 对方的羞为固然令他吃惊 但却也不至于让他感到敬畏 当初荒土诸圣 如青云剑圣 如少年圣王 好轩圣王 如太玄宗陀被老人 妖风古精一道人等等 哪一个不是公参造化 若非荒土规则限制 他们之中或许早就有人 迈入了地道领域 而除了他们 那所谓的上仓 哪怕下界而来 遭受界域规则限制 无法发挥出真实实力 但那终究是一尊神 与他相比 眼前这尊垂死的准地 又算什么 王腾定下了心 显得从容而镇定 丹门的其他人 却是纷纷低垂着头 微微欠着身子 显得很是敬畏 至于柳云杰 更是吓得脸都白了 两股战战 额头上冷汗直冒 心肝砰砰直跳 差点晕了过去 老者因为的羞为气息 其实内敛着 并没有显化出来 但是因为状态太糟糕 收敛得并不完美 最关键的是 其身上还泄露出了 一丝淡淡的地威 这一丝地威 让柳云杰惊悚 压得他几乎要跪在地上 准准准 准地 柳云杰眼皮不断地颤抖 实在被吓得不轻 得知当初殷煞宗都在丹门吃了亏 狼狈而去 他对丹门就很忌惮 猜测到丹门之中 有神秘强者作证 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尊神秘强者竟然是一尊准地啊 王腾携瞥了一眼身边的颤抖不止的柳云杰 呵斥到 多说个什么 丢人现眼的东西 滚去外面守着 神蒙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柳云杰文言顿时如是重负 朝着老者拱了拱手 赶紧滚出了洞府 那股强大地威压迫 终于减轻了不少 令他浑身轻松了许多 长吐了一口浊气 呵呵 下面人没见过十面 面对准地有些拘束 让前辈见笑了 王腾倾笑道 丹门众人却是纷纷神情变换 目光闪烁 对于王腾在一尊准地强者面前 竟然还能谈笑风生 从容镇定而感到惊异 即便是他们 与眼前这尊准地关系非凡 而且时常见到 此刻在其面前也感到拘束无比 压力巨大 而王腾竟然表现得比他们还从容不迫 这份心性实在让人惊叹 那位准地强者 丹门的护道前辈也有些惊奇地看着王腾道 他感到拘束 难道小友不敢到拘束吗 他知道王腾乃是出入圣人静 而且已经掌握了一条大道规则 但就算如此 面对他这样一尊准地 也不该这样冷静与镇定才对 除非这位护道前辈浑浊的目光微微闪烁 除非对方曾经见过准地 甚至见过超越准地的存在 而且经常与之接触 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适应这种地威 才有可能这般毫无拘束的与他谈笑风生 第1082章大道之商 对于丹门这位准地境界的护道前辈的金鱼 王腾只是笑而不语 对方虽然身为准地 威严带势 但眼下终究不过一个游禁灯窟 寿源将近的老人罢了 更何况王腾连神之都亲眼见过 甚至还与之搏杀过 展落过一尊神之 而今面对这准地境界的强者 也只是起初识感到有些惊异罢了 却也只是转瞬间镇定如常 丹门护道前辈见王腾笑容如常 不由得惊叹道 人中之龙 不外乎小有也 他的修为境界还在 眼光也在 此前就看出了王腾身上的不同反响 而今对其遇发惊奇 赞叹不绝 王腾定了神 开口道 还是让我先为前辈瞧瞧病症吧 说话间 他仔细打量 双目之中有神秘的清灰涌动 查探对方的详细情况 眉头微微拧了起来 对方的状态真的比他想象中要严重许多 同时王腾也看出了对方的症状所在 呵呵 我这状态我自己知道 已经时日无多了 可谓回天乏术 除非是能寻到高阶圣药 甚至是神药方能勉强延续性命 让我苟延残喘 唯有圣药或者神药 小友纵然是神丹师 想来也是束手无策吧 丹门护道前辈轻笑 似乎已经叹开了生死 轻叹道 不过这也无妨 只要小友答应善待丹门众人 我也死而无憾了 前辈 听到护道前辈的话 丹门众人顿时纷纷面色变化 前辈不是说 只要我们晋升到神丹师境界 就可以治好前辈吗 丹青也忍不住急红了眼道 护道前辈摇头 说神丹师可以救他 不过是给丹门的一个希望罢了 同时也是为了鞭策丹门众人更加刻苦的专严丹道 争取能早日丹道大成 至于治好自己 他根本不敢奢望 丹青等人纷纷神情颓败 得知神丹师竟然都无法救治 这位守护了他们丹门无尽岁月的护道长老 仿佛陷入了无尽的绝望之中 谁说我就不了你 然而就在丹门众人已经心中绝望的时候 陷入沉思中的王腾却是突然抬起头来 看着眼前这位陌路准地 挑眉说道 纳护道前辈恶然 看着王腾的眼神之中满是狐疑之色 道有有圣药意或者神药 没有 王腾摇头 圣药与神药 何等珍贵之物 比之宝药 还要珍贵无数倍 他自然不可能拥有 这种级别的药材 乃是真正的夺天地造化 他当初所在的荒土 三万年一次轮回 一次大清洗 纵然有一些宝药 拥有着成长为圣药的潜力 也无法避开那大清洗 大破灭 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沉淀 成长 所以荒土之中 级别最高的也只是宝药而已 圣药与神药不可见 至于神荒大炉之中 或许会有这种级别的宝药 但也绝对不多 而且不是一般人可以掌握的 那准地文言微微一愣 没有圣药与神药 小有又如何能治得好我 丹青等人听到王腾的话 也都纷纷看向王腾 那刚刚暗淡的眼神 重新燃烧起了希望 王盟主若能治好护道前辈 我等便愿意立即与道友 签订灵魂契约 毕生追随 王腾淡淡看了他们一眼 摇了摇头道 这本就是我们此前 所约定好的事情 你们放心便是 我既然答应 自然不会让你们失望 不过前辈这状态太过糟糕 新年受到的伤势太重 更重要的是 伤到了大道本源 王腾看着眼前这尊准地强者道 事实上 你这伤势 哪怕是有生药在 也无济于事 最多只能让你多活一二十载罢了 至于神药 或许可以让你多活上一些时候 但是却也难以彻底治愈你的伤势 只能接着神药庞大的生命精华 来强行压制你的道伤 但最终生命精华耗尽 你的伤势就将再度全面爆发 令你彻底消亡 王腾的话 让洞府之中所有人面色大变 道伤 这对于修士而言 是最麻烦的伤势了 伤及大道本源 这种伤势 不是服用寻常的疗伤丹药 或者运功修炼 就可以复原的 讲要恢复 必须要弥补破损的大道本源 而要弥补破损的大道本源 对于神荒大陆的修士来说 除非是真正的大地强者 根本没人能够做到 准地也不行 我的确是受了道伤 护道前辈微微沉默 随即开口说道 能将你这样一尊准地击伤 而且伤得如此严重 对方至少也是与你一般的存在吧 王腾动容地看向护道前辈 然而对方却摇了摇头 这你便猜错了 对方的境界 比我还要差一线 是当时中中一位非常出色的新秀 那人是一尊之圣 号称圣王 圣忠之王 那时 我刚刚晋升到准地境界 便受到此人的挑战 最终战败 遭受到了不可磨灭的重伤 此后我的状态每况愈下 为了躲避西年征伐路上截下的仇敌 顿入这偏僻荒凉的极东之地 顾道前辈神情怅然 地者 人道之巅峰 哪怕是准地 也威言八方 地威亲切 莫感不服 而他身为一尊准地 几乎屹立在了人道的巅峰 却被一名后起之秀越级击败 为了躲避仇敌 被迫躲入这穷山恶水之中 何等屈辱 王腾文言微微一正 随即动容 他本以为能够将一尊准地境界的强者击伤 至少也是一尊同等级别的存在 甚至可能是一尊真正的大地境界的强者 没想到击伤对方的 竟然只是一尊之圣 一尊之圣 越级击败了一尊准地 并且对其留下不可磨灭的伤势 这尊之圣 倒也真不愧为圣王之称 讲到圣王 王腾不禁想到了荒土诸圣 尤其是万剑宗那位好轩圣王 以及北极公那位少年圣王 若是此二人还活着 这神荒大陆 想来也必有他们一席之地吧 王腾不由轻叹 诸圣虽然陨落 但却一直活在他的心中 时常记起 无法忘记当日诸圣为了给荒土生 林伯出一线生机 慷慨赴死的那一幕 第1083章一言断生死 王腾没有去纠结姬伤眼前这尊准地的圣王 究竟是谁 至圣这个境界 对于他目前来说 还颇为遥远 但丹门众人听到护道前辈的话后 却是纷纷面色变换 准地境界的强者 也是触摸到了地道领域的存在 这种级别的存在 实力通天彻地 而且能够修炼到这个境界的人 没有庸人 都是天资卓绝 实力冠绝同代 同境界中都显有敌手 所以这个境界的人 很难被人越籍击败 纵观神荒大陆武道历史 这种情况也很少发生 由此可见 那尊击商眼前正位准地强者 号称圣王的存在 究竟有多妖孽 有多可怕 竟然可以打破常规 越籍败准地 这简直是跨越了那本不可能逾越的天地鸿沟 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他们心中对于那个人的身份隐约有了猜测 后起之秀 能越籍击败当初初入准地境界的护道前辈 这样的人物 不应该是戒籍无名之辈 而且对方乃是主动挑战护道前辈 这就说明对方并非隐世前修的那一类人 王腾没有去关注丹门众人的心思 对于那尊妖孽无双的圣王也并没有多大兴趣 不管对方究竟有多强 有多妖孽 在他心中 这世间的圣王 莫过于荒土诸圣 神荒大陆规则全面 有足够潜力的人 在直升境界修行足够后 便会迈入地道领域 但荒土诸圣不能 他们的天赋 潜力 皆不逊色于人 但他们限制于规则 无法迈入地道领域 只能在无尽的岁月之中 反复地修炼至圣境界 不断地沉淀 一遍又一遍 将至圣境界修炼到了真正的极致 所沉淀的力量 早已打破了至圣的束缚 他们的境界虽然还是至圣 但是力量却已经超出了 这个境界所应该承受的极限 所以 在王腾看来 至圣境界 整个神荒大陆 只怕无人能出其右 真正的圣中之王 唯有荒土诸圣耳 压下思绪 王腾看向眼前垂死的准地 我的确有办法治好你 但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 丹门户道前辈文言哑然笑道 但我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 最多还能苟延残喘十年 王腾不在意的道 在这过程中 我会暂时压制的道伤 并且延长你的寿缘 等到一个合适的契机 我便会助你彻底复原你的伤势 甚至将来 我可以传授你成神之法 说到这里的时候 王腾抬手间已经布置下了一个隔音禁制 后面这句话 丹青等人间未能听见 只有眼前这尊垂死的准地听见 对方文言顿时目光赤胜起来 深深凝视王腾 抬手加强了禁制 因为方才王腾说的话 太过非同小可 你说什么 传我成神之法 你不过出入圣人静的修为 你知道如何成神 眼前这早已由静灯枯 濒临作画的准地强者 那虚弱的气息陡然之间赤胜了起来 目光赤胜的注视王腾 语气急促而带着惊疑之色 如果这句话 换个人来说 他绝对不会有丝毫的疑虑 绝对会直接的无视 但是眼前这个少年 给他的感觉 实在太神秘 不管是王腾身上那不同寻常的气质 那他以同树看到的浓厚气韵 以及那身穿地袍的画面 无一步显示出他的不凡 而除此之外 王腾此番见到他是那气定神贤 谈笑丰生的从容与淡定 更引起了他的猜测 他目光灼灼地盯着王腾 如果说他原本 早已看破了生死 将生死置之度外 已经可以坦然赴死 那么现在 因为王腾的这一番话 他动摇了 成神 这几乎是所有修行众人的一个共同目标 但是神荒大陆 却像是变成了一个遭受诅咒的世界 已经很多年不曾有人触碰到神经领域了 成神 就变得遥不可及 如同一个虚无飘飘的幻影 或者说只是梦幻般的泡沫 让遭受到伤反是 垂死的他不敢再抱有丝毫的希望 没有希望 也就没有了对生命的不舍 自然也就看开了生死 不去死亡 但是现在 王腾一句话 却似重新点亮了他的希望 他心中有怀疑 但更多的却是期望 期望王腾说的是真的 王腾不置可否 我可以立下天道誓言为正 绝无虚言 不过前提是 你得追随我 王腾的这句话 若是让丹门的众人 亦或者是其他任何人听到 只怕都得惊掉了下巴 让一个准地境界的强者追随 这未免太大言不惭了 甚至可以说是不知天高地厚 别说只是圣人静初期的修为 哪怕是一尊真正的大地强者 都未必能让一尊准地 心甘情愿的臣服 追随 毕竟 准地强者 再进一步那便是大地 人道巅峰 均临天下 结果到头来 竟然只是人家的一个追随者 这怎么说得过去 但 眼前这尊准地境界的强者 沉默了 并未立即拒绝 也没有因为王腾的这句话 而生气动怒 他本就已经由尽灯窟 到了垂死的边缘 若是王腾真能治好他 那就是救命之恩 而若是王腾再传他成神法 这便是叙道之恩 如此 自己追随于他 又算得了什么 若你果真知晓成神之法 我追随你又何妨 不过你要如何证明 你真的掌握有成神之法 故到前辈开口道 王腾微微一笑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你现在生死不由自己 性命都到了尽头 却又生出了求生的希望 而现在 只有我能救你 所以我没有必要向你证明什么 而你也并没有选择的余地 他提出成神之法 主要便是要激起对方对生的希望 只要对方有了想要活下去的希望 不甘死去的念头 那么对方便注定沦为他的囊中之物 看似他要以成神之法来做条件 实际上 也不过是一个无形的陷阱而已 这便是道心似重天 智慧通玄的心计 言谈之中 不知不觉 兼便设下致命陷阱 在此之前 对方勘迫生死 在此之后 对方却已经不再甘愿枯朽作画 生出强烈的对生的执念 一言之间 断人生死 第1084章这样承担 丹门护道前辈的神情终于变得难看了一些 显然也是反映过来中恶王腾的陷阱 堂堂触摸到地道领域的准地竞强者 竟然被这样一个小辈设计 这自然令他高兴不起来 但是他终究是活了漫长的岁月 心态早已平和 很快就定下心来 你成功地激起了我的生命 我也不计较你此番设计于我 只要你能知好我 我可以与你坚定灵魂契约 追随于你 王腾微微一笑 撤了隔音尽致 转身向丹门众人道 我需要一些药材 他直接列出一张清单 交给丹门门主丹青 丹青看了看王腾与护道前辈 立即交代秦双前去准备 王盟主真有把握可以治好护道前辈吗 丹青眼神稀济地看着王腾 当中有光芒颤动 我暂时只能压制他的伤势 恢复一些他的生机 延长他的寿命 但是要彻底治好他的道伤 时机未到 王腾淡淡开口 时机未到 丹门众人纷纷恶然 治疗伤势 还分时机吗 而且 就算分时机 那不也是越早治疗越好吗 拖得时间越长 治疗起来就会越麻烦 对于他们的质疑 王腾只是一笑置之 并不与他们过多解释 事实上 诚如他们所想的那般 治疗伤势 病症 自然是越早治疗越好 但目前而言 王腾虽然有治疗的方法 但是却没有治疗所需要的最重要的一味药引 所以要彻底治愈对方的伤势 王腾现在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能暂时压制对方的伤势 逐渐调力 改善其状态 延长其寿命 待日后有了那位最主要的药引 方能助其痊愈 很快 王腾需要的药材便被秦双送了过来 王腾取出山河设计炉 出了洞府 让柳云杰护法 随即也不避讳丹门众人 直接开炉炼丹 暗中 朱雀分身藏纳于身 作为第二道防护 虽然王腾觉得他此番为这护道前被炼制救命的丹药 对方与丹门的人 应该不至于会趁机对他不利 但是为了谨慎起见 王腾终究还是留了一个心眼 明面上由柳云杰守护 暗中则有朱雀分身时刻警惕 以防万一 丹火缭绕 一株朱零药被王腾随意的投入山河设计炉中 在旁边互道的柳云杰看得一愣一愣的 公子这炼丹手法 他真懂炼丹吗 柳云杰也略通丹道 不经生 别看一大把年纪 但是炼丹水平 很稀疏平常 十炉丹药 能炼制出一炉灵丹 那便是绞天之大幸 当初之所以在王腾面前说自己懂点丹道 也只是碍于颜面 同时担心自己要是啥也不懂 怕是要被王腾嫌弃 甚至担心会被王腾直接灭杀了 但就算他丹道造一滴下 但对丹道也好歹有一些了解 对于王腾这杂乱无章的炼丹手法 还有那些珍贵的药材 一股老胡乱的投入丹炉中的样子 也暗暗摇头不已 他此刻忍不住心中怀疑 公子真的懂得炼丹 此前在云段山脉外 真是公子炼制出了一炉解毒神丹救了他的性命 柳云杰心中愈发狐疑 而丹门众人也都瞠目结舌 看着王腾的炼丹过程 面面相去 随即纷纷拧起了眉头 对于王腾的炼丹手法 感到很不理解 秦双 你刚才说 这家伙炼制了一炉解毒神丹 还引发了丹姐 路遥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不由得瞪大了美目 眼前这个连基本的炼丹规则都不懂的家伙 炼制出了神丹 他此刻心中是一万个不相信 秦双也有些自我怀疑了 这家伙真的是神丹师 就这错漏百出的炼丹手法 能炼出丹要来 丹青与诸位长老也全都沉默 眉头越拧越高 药材的顺序彻底乱了 药炸炉了 终于 路遥忍不住惊呼一声 迅速退后 在场的其他人 丹到水平也都不低 自然也看出来了 顿时纷纷面色变幻 迅速退后 守护在王腾身边的柳云杰 也感到有些慌 眼皮跳动 公子 咱又这点啊 砰 沙盒设计炉中传出一声清脆的声响 整个丹炉都轻轻震动了一下 仿佛马上就要爆炸 柳云杰心甘一颤 条件反射窜到远处 然而众人等待的爆炸并未发生 丹炉转瞬之间便恢复了平静 片刻后 炉盖飞起 丹炉之中迸发出五色霞光 一股浓厚的丹香 犹如潮水一般汹涌出来 天穷上风云滚动 异象跌升 一片片结云凝聚 丹结 山河设计炉中 一枚散发着五色神光的神丹冲天而起 迎向丹结 那一直等待着炸炉的丹门众人 顿时之间纷纷张大了嘴巴 目瞪口呆 什么情况 这样也能成丹 而且还是神丹 这一刻丹炉没炸 但丹门这一杆高层却纷纷炸开了锅 这样杂乱无章的炼丹手法 这样混乱的添加药材 不炸炉已经是万幸 还特末成丹了 成丹也就算了 还特末是神丹 此刻 所有人眼神之中都充斥着不可思议 感觉这实在太过荒唐 不真实 什么时候炼制神丹都变得这么轻松与随意了 眼前这少年这样瞎捣鼓都能炼出神丹来 他们研究了大半辈子 循规蹈矩 步步追求完美 却始终无法炼制出神丹 还有没有天理了 这样胡乱炼制都能炼制出神丹来 这天下间 神丹岂不是早就应该泛滥了 柳云杰也呆住了 公子竟然真的炼制出了神丹 他使劲揉了揉眼睛 觉得自己一定是眼花了 但是揉完眼睛后他发现 自己似乎并未眼花 他又怕得一声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 然后又惨叫了一声疼 破口大骂道 他妈的不是幻觉 王腾注意到 本应该给自己护法的柳云杰 却躲得远远地 并且傻傻的恨恨自冲一巴掌 随即又胡言乱语破口大骂 不由得嘴角一抽 这又是在闹哪一出 随即 他看向柳云杰的眼神有些冷冽起来 让你给我护法 你却躲得远远的 不过他倒也没有立即追究 心中有个小本本 暗暗记下柳云杰的名字 事后再慢慢算账 第1085章杀一滔天 说话间 邱少龙邪笑一声 规则致力于法力齐勇 化作一只大手朝着道飞的唐月抓了过去 而另一边 叶无常等人遭受天煞位的众多强者围攻 此刻也都不容乐观 伤势惨重 独眼道人等人召集成主府所有金丹镜以上的强者 联手想要牵制一两名天煞位 但这些天煞位全都掌握有规则之力 纵然比不上真正的大道规则强大 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抵抗的 独眼道人与成主府七孙将领联手 结果却被杀得惨败 甚至有两名伟圣境界的将领当场陨落 独眼道人 赵虎 魏雄以及张冲等人也都遭受重创 肉身崩裂性命垂危 这就是所谓的神猛吗 一群土鸡娃狗 也感动我殷煞宗的人 与我殷煞宗作对 此不足惜 秋少龙眼角于光扫了一眼四方战局 冷笑连连 苛苛 夜千中张口可雪 他被天意盯上了 即便是有缘词战海护体 也难以承受对方的规则之力轰击 只觉得自己的道工五脏都要粉碎了 口中鲜血狂勇 被天意一掌轰得横飞 坠落在地面上 砸得地面深陷了 砰 就在他砸落在地的时候 又有一道身影横飞了过来 砸落在他的旁边 夜千中突然笑了 狗日的无常 看来这次老子又要跟你死在一起了 夜无常闷哼一声 张口可出一口鲜血 沉默了扮上方才有些虚弱的道 是我害了你们 要是我们没有出来 待在盘龙山中 你们或许就不会陪我一起死了 放你大爷的屁 听到夜无常的话 夜千中鼓了一口血泡子骂道 我们不来 难道做事 玉池也这些人被这群人捏杀吗 既然他们都加入了神盟 那就都是兄弟 我们能看着这群狗日的杀我们兄弟吗 磕磕磕磕 激动之下 夜千中忍不住又咳了口血 道 这不能怪你 谁知道狗日的殷煞宗这么阴险 暗中竟然还派了一只暗卫 玉池也此刻也很凄惨 伤势沉重 只感觉浑身几乎散架了 一时都有些模糊 玉池也 情况怎么样 我马上就到 就在玉池也感到眼皮无比沉重 昏昏欲睡的时候 脑海中突然响起了王腾急切的声音 公子 殷煞宗派来了天煞卫 全都掌握规则秩序 我们难以抵挡 恐怕无法无法再追随公子了 玉池也神念涌动 我马上到 你们尽量拖延时间 王腾神情沉重 传念道 此刻 王腾杀气腾腾 他并未怎么将殷煞宗放在眼中 但是殷煞宗的这个时期 却是找到太巧了 而就在王腾风急火了 赶赴天龙城的时候 半途 一座大山中 一名青年突然皱着眉头 抬头朝着一路急迟而来的王腾看去 这名青年身着紫青色长袍 身材齐长 皮肤白皙 面容俊逸 有着一种阴柔美 身边 一头怪蛇油液 盘绕到他身上 与他一起抬头看向圆痴急迟而来的王腾 好强烈的杀气 还要这股气势 紫青长袍青年目光威盛 当中迸发一道电芒摄像王腾 王腾察觉到下方青年的窥探 但却并未关注 只是火速赶赴天龙城 嗯 紫青长袍青年目光陡然一鸣 他本以为这个杀机如此强烈 气息波动如此恐怖的人 是这极东之地三大宗门的高层 大胜级别的强者 没想到这一眼打亮之下 却发现并非如此 这个气息恐怖至极的存在 竟然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 如此年轻 竟然就有如此强大的气息波动 令其侧目 这极东之地的边缘地带 不可能诞生出这等人物 难道此人也是冲着那个秘密而来 消息已经走漏了吗 除了我 还有其他人敢来 身穿紫青长袍的青年双目威名 围头高高拧起 不过 这个人有些面生 而且中心区域各家天才 似乎没听说有这么一号人物 如此年纪 便有如此强大的气息波动 尤其是此人身上这股杀意 有那么一刹那令我都不禁感到一丝胆寒 罢了 还是不去理会此人了 听说极东之地这一亩三分地 乃是三足鼎立 我现在所在 应该是在殷煞宗的地盘上 或许可以去殷煞宗走上一遭 看看是否可以得到一些相关的消息 紫青长袍青年收回了目光 取出一张结实的兽皮地图 找到殷煞宗的山门标注 随即朝着殷煞宗迈步而去 天龙城 少爷 这些人的天赋与潜力都很不弱 真要将他们全部震杀吗 天一扫了一眼夜无常等人 向秋少龙确认 秋少龙斜笑着 看着被自己镇压住的唐月 让几名天煞位封住唐月的修为 正想要将眼前这个桀骜不驯的女人就地正法 听到天一不合时宜的询问 冷冷扫了一眼失去战力的夜无常等人道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 留之何用 还有城主府中这些兵将 也一个不留 我要学习城主府 也好仅是天龙城这一亩三分地 让他们知道 我殷煞宗的威严 以后谁要是再敢触犯 我殷煞宗的威严 这些人便是下场 那天一文言点头 正要出手彻底灭杀业无常等人 那秋少龙突然心生一计 突然道 等等 天一皱眉看向秋少龙 秋少龙却是回眸看向唐月 邪笑道 小仙子 本公子先前给你机会你不珍惜 本公子说过 若是由我亲自镇压 便叫你生不如死 随即他对着天一冷笑道 暂时留着他们 我要让他们亲眼看着 我与这位仙子共享床子之欢 让这位高冷的仙子羞愧致死 说吧 秋少龙便朝着唐月走了过来 眼中满是银邪之色 你找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远空突然传来一道冰冷至极的话语 天一豁然抬头 看向远处天际 感受到远处有一股惊人的杀气迅速逼近 下一刻 一道身影犹如跨越了空间 漠然从眼前虚空中冲出 宛若修罗沙神一般 浑身散发出可怕的沙发力气 第1086章不知死活 目光从柳云杰身上移开 王腾看了一眼丹门众人 观其色 不由暗暗摇头 他们只看到了他错漏摆出的炼丹手法 胡乱投放各种药材 却未看到这其中的深意 神丹知道 又岂是真个随随便便就能成功 洞府中 丹门的护道前辈也全程观看了王腾的炼丹过程 此刻也不由得唏嘘 看向王腾的眼神中迷惑更多了 他心中百念其勇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如此的与众不同 这一世的大事之争 想来定然会有他的一席之地吧 更重要的是 他心中莫名的涌起了一丝直觉 让他对王腾生出莫名的幸福 让他相信 王腾此前所言的成神之法 是真的 看着半空中的丹结 听着那滚滚雷声 看着那眉不知名的神丹 绽放着璀璨的光芒 与那丹结抗争 他的心中终于掀起一丝波澜 嘴角不自觉掀起一丝笑容 丹结结束 王腾抬手振压住想要逃走的神丹 步入洞府之中 这枚神丹 乃是我根据你的症状 对症锁链制 可以暂时压制你的道伤 避免其更加恶化 同时也可以弥补一些你的元气 延长你的寿命 令你状态回升 王腾抬手打出一道法力 将丹药送到对方面前 这位垂死的准帝没有怀疑 这丹药之中是否动了手脚 因为他从头到尾观看了 王腾的炼丹过程 此外还有丹门的众人 也都旁观 虽然丹门众人的丹道造 意不及王腾精深 但是若是有毒 他们却也可以亏出端倪 你就这样将神丹给了我 不怕我状态回升后对你不利 准帝看着王腾道 你可以试试 王腾微微一笑 开口说道 眼前这尊准帝一愣 不明白王腾究竟有何底气 但随即却笑了起来 很欣赏王腾的魄力 他没有矫情 当即将神丹吞下 随即运功练化 顿时之间 强大的要力发散 他立即感觉到了 一股强烈的生机从体内焕发 一股股强大的力量 如同泉水一般涌动 压制他体内的道伤 不但如此 就连他的元神 都像是得到了滋养 精气神得到提升 只是倾客之间 其精神面貌便是一改先前 此期退散 生机勃发 好惊人的效果 不愧是神丹 丹门众人见状也都纷纷惊心不已 见户道前辈精气神焕发 一改先前纳目气沉沉的姿态 顿时惊喜不已 同时 众人看向王腾的眼神之中 更多了几分惊叹 等你将这没神丹彻底练化 你的伤势便将在时遏制住 至少百年内无忧 但是不可动用太强大的武力 否则会重新加速到伤的发作 王腾提醒 然而就在王腾打算更进一步 彻底收服对方的时候 王腾却是陡然目光一宁 牟子当中漠然迸发出一道赤胜的杀鸡 威是滔天 公子 殷煞宗的强者杀至成主府 全都掌握了规则秩序 无常等人也阻挡不住了 威在旦夕 急促的声音 漠然从王腾是海之中的一滴魂血之中传出 随后 他感觉到魂血震动 其中的灵魂气息 竟然变得衰弱 王腾顿时心中一领 神情变幻 身上的杀意瞬间爆发 令得丹门众人以及那户道准地纷纷惊心 还以为王腾是要突然向他们发难 什么 殷煞宗 王腾一惊 没想到殷煞宗竟然在这个时候发难 他感觉到情况紧急 当下不敢耽搁 立即冲天而起 冲着丹门众人道 我突然有要事处理 先走一步 你们整顿好丹门事以后 便去盘龙山 我在盘龙山等候 幻音落下 王腾一步迈出 宛若融入虚空之中 朝着天龙城急速赶去 眨眼消失不见 留下丹门众人张口结舌 顾瞪口呆 就这样走了 他难道就这么笃定 他们会遵守约定 加入神盟吗 他难道就不担心 互到前辈彻底恋化神丹 状态回升后 对神盟不利 还是说他真有如此自信 无惧互到前辈 众人神情变换不定 心中念头分涌 事实上 王腾自然不可能真的这般笃定 心中也一直有着这方面的忌惮 但是此刻天龙城中情况紧急 叶无常等人遭受 殷煞宗天煞卫等强者围攻 陷入生死危机 他哪里还有功夫在此地 与他们耗着 在他心中 叶无常等人的分量 远远重于一尊准地 他们 不只是他的追随者 也是他的兄弟 不论是这一世 还是前世 前前世 他们都一起并肩 他没想到 殷煞宗此前一直没有什么消息 没想到自己刚刚离开了神盟 周空来了一趟这云断山脉 那殷煞宗的人竟然就正好撞上了这个时机 杀了过去 此刻 王腾顾不得丹门的这些人 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 赶往天龙城 公子等等我 柳云杰也立即反应了过来 见到王腾离开 他哪里敢独自一个人留在这丹门 万一丹门撕毁约定 他岂不是下场凄惨 死无葬身之地 见王腾冲天而去 柳云杰便立即惊叫一声 连忙追了上去 但王腾的速度太快了 全速及迟之下 柳云杰根本赶不上王腾的速度 哭啦 王腾直接施展秘法 将朱雀分身于本尊的力量合二为一 展现出恐怖的速度 他宛若化作一头朱雀 一个阵翅仿佛便可以跨越十万里的距离 卷起无尽的风暴 冲向天龙城 而此刻 天龙城上空 扑 唐月被秋少龙一掌震退 口中喷出一口烟红的鲜血 秋少龙乃是掌握了大道规则的真圣强者 而且其本身不是一般的真圣 乃是殷煞宗培养出来的敌传天才 天赋与潜力非寻常人可以比拟 此刻有天煞位的众人牵制了叶无常等人 即便唐月实力强横 但是其体内那一颗本魂所种植在他体内的大道种子 终究还没有彻底成熟 尚未掌握真正的大道规则 力量层次上面 与对方相差太多 即便有双破剑这般强大的圣灵战兵 也无法弥补差距 还想赋予顽抗吗 你的实力的确很强 若是同等境界 不 哪怕我是圣人静 如果没有掌握大道规则 也不会是你的对手 但很可惜 这世上没有这么多如果 我就是掌握有大道规则 所以 纵然你在经验 也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我现在最后再给你一个机会 主动束手就勤 做我的女人 我会好好地珍惜你 疼爱你 让你做个妾室 否则等我将你彻底真压起来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秋少龙盯着唐月银笑连连 出声威胁道 第1087章如今的实力 你找死 一道冰冷至极的声音默然传来 犹如来自九幽黄泉一般 仿佛可以冻结虚空一般 含彻骨髓 同时 一股强大的杀气从远方迅速逼近 那强烈的杀伐之气 似乎已经彻底实质化了一般 仿佛染红了远处的天幕 令人惊悚 天一豁然抬头 目光犹如闪电一般击射而出 看向远处 眼神之中闪过一抹赤胜 秋少龙也默然回眸 转头之间 一道尾暗身影浑身杀气滚滚 犹如修罗沙神一般 降临天龙城 公子 叶无常等人见到王腾赶来 眼神中都不由得浮起一抹羞愧之色 他们原本想要替王腾分担一些事情 挡住殷煞宗的来人 只是却没想到殷煞宗暗中 竟然还派了一支强大的天煞卫 让他们反而陷入险境之中 唐月也不由得抿了名嘴 看到王腾的时候 他的心中莫名地感觉到了一阵安心 但同时却又生出一丝复杂的情绪 自己终究还是太弱了 此时之后 自己定要更加刻苦努力地修炼 要将那梅大道种子彻底练化 彻底掌握 看着王腾静直射来 再感受到王腾身上这无与伦比的杀伐利器 以及叶无常等人的反应 邱少龙立即就明白过来 眼前来人 定然便是那斩杀了邱田锋的神盟之主了 他双眼微眯 王腾身上的杀伐气息令他动容 但他却也并未感到畏惧 只是眼神微微凝重了一些 既然眼前之人能够杀了邱田锋 想必也是有几分实力的 你就是那所谓的神盟之主 邱少龙看着王腾 神情平淡 随即随脚扶起一丝冷笑 颇有些性情扭曲一般道 你来得正好 我此前听他们称呼这位仙子主母 想必当着你的面与他欢好 更能令他生不如死 邱少龙眼神之中透着邪光 在殷煞中 不论他想要什么样的女人 他都可以轻松得道 没有谁敢忤逆他 而唐月却不止一次地拒绝他 再加上此前被唐月与叶无常等人联手压制 险些丧命 心中早已腾生出了无尽的怒意 激发了其内心的扭曲人格 接着 他一抬手 冲着那些天煞卫道 拿下他 那些天煞卫得道命令 立即便朝着王腾冲了上来 体内殷煞协道规则涌动 加上那澎湃无比的法力 其实汹汹 邱少龙一声令下之后 眼中泛着邪光 转身重新看向唐月 眼神之中满是扭曲的兴奋 竟然真想在这众目睽睽之下 强行雨水之欢 他伸手抓向唐月一群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砰砰砰 那几名冲向王腾 朝着王腾镇压而去的天煞卫成员 陡然瞬间到射而回 从其身边擦肩而过 随后在不远处扑扑扑接连炸开 化作无尽的血雾翻滚 随即 一股冰冷的沙鸡 落在秋少龙身上 秋少龙如芒在背 浑然回眸 看着王腾的眼神之中浮现出一丝不可置信 天煞卫掌握的阴煞协道 虽然逊色于一般的大道 但是这些天煞卫的修为却都是圣人静忠后期 而且联手之下实力强横竟然镇压不住王腾 反而是被王腾瞬间秒杀 不只是他 天煞也谋光大胜 眼神之中也迸发出了一丝杀机 这些天煞卫成员 都是他的麾下 培养这样几名天煞卫 耗费的人力与财力 不计其数 每一个都很珍贵 但此刻 竟然一下子损失了五人 吃拉 天煞亲自出手 他掌握真正的大道规则 并且并非凡极大道 而是一条玄极大道 在配合其真正境界巅峰的修为 其身上的威势之恐怖 令人难以想象 王腾眼神冷漠 除了刚开始说过一句话外 从始至终不曾再吐入半个字 此刻的他 只有冰冷的沙翼 他凌空迈步 朝着秋少龙一步步逼近 身上强大的沙伐之气 令人心惊胆寒 亡魂俱茂 天意激设而来 其身影映入王腾猛烈的眸子当中 圣人静巅峰 掌握玄疾大道 规则之力与法力其勇 一口杀剑刺其掌心吞吐而出 射向王腾 犹如一道赤圣的闪电 漠然间撕裂了虚空 无声地盯向王腾的眉心 王腾双眸之中 猛然击射出两道赤红色的火光 凝聚成两道神火之剑 裹挟不朽不灭的剑意 以及王腾身上可怕的杀戮威势 掀起一股血色风暴 与那道破空杀来的杀剑碰撞 吃拉 剑光赤圣 火焰蹦剑 剑与剑碰撞 蹦发出来的剑气动射虚空 将其角的粉碎 王腾双目之中 蹦发出的无形之剑溃灭 但神火大道规则 却如蛇一般缠绕在那杀剑之上 咔擦 神火大道规则秩序涌动 将那杀剑彻底笼罩 随即震动 那口极品零剑级别的杀剑 咔擦一声碎裂 天意瞳孔一缩 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大道规则 遭受到了对方规则的强烈压制 这意味着 眼前这个年轻人所掌握的大道规则 比他所掌握的大道规则品级更高 而且更完善 这让他心中震惊 自己所掌握的大道规则 可不是那寻常的繁极大道 而是玄极大道 放眼天下 玄极大道也已经是非常不弱的大道了 再加上自己圣人静巅峰的修为加持 威力更加恐怖 而眼前之人 年岁浅薄 拥有圣人静修为已经令他感到不可思议了 竟然还掌握有比他的玄极大道还要强大的大道 难道是灵极大道不成 一瞬间 念头在他脑海中闪过 但他并没有纠结 其眼神冷漠 念头转动之间 碎裂的灵箭碎片被他凝聚 以规则之力与法力打出 漫天灵箭碎片 化作最锋利的杀鸡 牵起一股股暴风 展向王腾 王腾为了赶路 可是融合了朱雀分身之力 此刻的他 别说是一尊小小的真圣 便是大圣在前 也可搏杀 对于天怡的攻势 他眼神冷漠 脚步没有停下 一念之间 脚下修然蔓延出无尽的赤红色火海 那火海迅速延伸 笼罩整个天龙城上空 将虚空都焚烧成虚无 出了赤红色的火焰外 虚空化作深邃的漆黑 赤红色的火焰涌动 仿佛拥有灵智一般 在那无尽的零件碎片 击射而来的瞬间 化作一道赤红色的火盾 将那些零件碎片统统挡下 随后将其焚烧 融化 枯拉 同时 王腾的杀戮威势也彻底绽放开来 化作杀戮领域 与火海重叠 第1088章 《非灰烟灭》 杀戮威势 乃是融合了王腾的剑势 无敌气势 以及无尽的杀伐之气而成 威势更恐怖 此刻彻底战开 化作杀戮领域 在配合上王腾一念之间激发而出的 剑武灵骁异象 无尽的剑影飞驰 不但阻断天怡的一切攻势 更是对其进行灵力斩伐 在王腾的神火大道 以及杀戮领域和剑武灵骁异象的三重压制下 天怡终于彻底变了颜色 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那冷漠的 无惧一切 不因任何事情动容变化的眼神 在这一刻难得的浮现出了一丝惊具 扑扑扑 啊 是红火海如潮 与杀戮领域与剑武灵骁异象三者重叠 笼罩的不止是天一 而是所有人 整个天龙城上空 都被笼罩其中 以王腾如今的原神强度 以及那道心似重天的通弦之志 对力量的掌握 远圣常人 纵然是大圣境界的强者 都难以比拟 除了天一 余下的几名天煞卫也都遭受攻击 被那在赤红的火海之中穿梭 得到神火大道与杀戮领域共同加持的无穷剑影的狂暴攻势 一道道赤圣的剑光 犹如万剑归宗 对那些天煞未进行斩杀 而王腾的目光 却落在秋天风的身上 甚至不曾去看他们 他一步一步凌空迈步 朝着早已神情大变 满脸惊骇之色的秋天风走去 犹如一尊盖世君主 君临天下 有那以言喻的可怕威严 与王腾身上那强大的杀戮威势 一并压迫在秋天风身上 啊耳边 传来了天仪的惨叫 那拥有圣人竟巅峰修为 掌握玄疾规则 天上位的队长天仪 也终于在那三重压迫下 在剑武林骁异象的功法之下 招架不及 难以应对 被一道赤圣的尖印从身后冻穿了后心 发出惨叫 随即又有诸多剑影飞制 将其杀成蜂窝 最后连法力都可燃烧的朱雀神火 在天仪肉身被斩灭的瞬间 瞬间将其人神烧得灰飞烟灭 而那些其他天仪为实力远不如天一 下场自然更加不必多言 天龙城中城外 无数世家与宗门强者 看着天龙城上空的这一幕 无不心中震撼 惊悚不已 他们知道王腾的实力很强 当初曾搏杀了天龙城主邱天风 但是却不曾想短短半月不到的时间 对方的实力竟然又有了如此恐怖的提升 此刻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比起当初斩杀邱天风时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事实上他们又怎会知道 便是当初斩杀邱天风的时候 王腾都尚且不曾动用权力 而今继升到了圣人境界 且度过最强的九品皇节级别的烽火大劫 抵运之身后 远胜当初 再加上还融合了朱雀分身的力量 所以才有如此威势 那不可一世的邱少龙注意到天煞魏竟然倾刻兼灰飞烟灭 全军覆没 顿时间眼皮狂跳 心中笼罩上了一层浓厚的阴霾 看着眼前这个踏着火海迈步走来的比自己年纪似乎还要小上很多的年轻人 从不曾感受过畏惧的他 此刻却是感到无比的震步 惊悚 他此番前来天龙城 本着历练的念头而来 但事实上 他的心中一直很看不起天龙城这样一个边缘之地 认为这里的修饰都太过弱小 连尊真圣都没有几个 觉得那斩杀了邱天风的人 也不会强到哪里去 此行多半只是来走个过场罢了 但是来到这里后 他发现一切都与他想象中不同 先是同境界败在了叶无常手中 随后全力出手 动用大道规则的情况下 有被叶无常等几个金干净碾压 差点陨落 而今这尊他原本并不放在心上的神盟之主 更是令他振步与惊悚 眨眼之间 十二天煞位灰飞烟灭 这一刻 他终于慌了 十二天天煞位 实力强横 尤其是天一 真胜巅峰 掌握玄机大道 尚且不敌对方 自己会是其对手吗 看到王滕展现出来的强势 感受着王滕身上散发出来的可怕威严 以及强烈至极的杀戮威势的压迫 他心中没底 见王滕步步逼近 每一步他都感觉到压力在倍增 站住 他终于深吸口气 压下了心中的不安 一股股强大的秩序锁链 突然之间禁锢住了被封印凶围的唐月 他心中已经暗暗孤策 自觉自己多半不是王滕的对手 便打算挟持唐月 限制王滕 令其不敢轻举妄动 只要他稍微动动念头 那一道道强大的秩序锁链 便可将唐月碾杀当场 王滕定住了脚步 冷冽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见王滕停下脚步 秋少龙顿时心中一动 暗暗松了口气 秋行中人 向来不乏薄情寡义之辈 情义这两个字很多时候只不得几斤几两 尤其是在这个强者为尊 利益至上的世界 至少对于秋少龙而言 变上如此 对他而言 自己的性命 切身利益 大于一切 任何情义 在这些面前都可舍弃 所以他很担心 担心唐月份量不够 不足以用来威胁王滕 限制王滕 但结果很让他惊喜 眼前这个强势无比 神情冷漠 看似无情 给予他几大眼里的神蒙之主 却让他感到大为意外 感情 终究是人的一个软肋 也是人最大的弱点 秋少龙感觉自己抓住了王滕的弱点 从王滕停下脚步的刹那 他便明白 眼前之人 看似无情 实则有情 如此 他手中的筹码 自然便中了起来 其心中的慌乱 金句 也都渐渐地收敛 压下 显得从容与镇定了起来 天龙城不过一潜水滩 没想到竟然却让本公子第一次出山 便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 神蒙 好一个神蒙 秋少龙掌握唐月这个筹码 见王滕停止脚步后 微微放下心来 盯着王滕忍不住身 吸口气道 一个小小的神蒙 竟然聚集了如此多的天才俊杰 更是令天煞未都负面于此 神蒙之主 我小看你了 你很惊艳 不过你与殷煞综为敌 注定难以善终 王滕安静看着他没有说话 秋少龙也不在意 冷笑一声 看了一眼唐月 随即开口说道 这个女人对你应该很重要吧 否则 如你这样的人物 不该会为了区区一个女子 遭受丝毫的威胁 不可能因为他 便指了自己前进的脚步 秋少龙盯着王滕 强大的秩序锁链笼罩在唐月身上 唐月本就受伤不轻 再加上修为被封 根本不可能承受住秩序锁链的碾压 一旦秋少龙动个念头 秩序锁链收紧 立即便可以令其灰飞烟灭 第1089章支持后勇 你想说什么 王滕目光落在秋少龙身上 语气冰冷刺骨 秋少龙闻言嘴角浮起一丝冷笑 突然紧了紧秩序锁链道 我想要看看 他在你心中地位究竟有多高 对你又有多崇药 说到这里 秋少龙顿时面色一冷 不想他死的话 立即退开 放我离开 王滕台眸看了他一眼 却仿佛没有听到他的威胁一般 嘴角浮起一丝激讽之色 他的确很重要 但你 太弱了 话音落下 一股冷冽的杀鸡绽放 那秋少龙陡然之间瞳孔一缩 神情大变 激怒道 你想要他死吗 说话的同时 他便要动念收紧秩序锁链 免杀唐月 然而就在他一念将起的刹那 王滕的念头却先一步转动 一道原神之力 在其动念的瞬间 冲入了其实海之中 阻断了他的念头 啊 他当即惨叫一声 只感觉自己的灵魂像是要被撕成碎片了一般 巨大的痛苦深入灵魂之中 令他凄厉惨叫 王滕抬起的大手规则之力与强大的法力涌动 定住乾坤 那困赴唐月的规则之力 寸寸崩灭 随后 王滕一把抓住被其原神攻击之术重创 几乎魂飞魄散的秋少龙 嘴角牵起一丝激讽之色 太弱的人 便是掌握在重要的筹码 也没有任何意义 话音落下 在秋少龙惊恐欲绝的目光之中 王滕大手默然捏拢 杀意果断 对方的威胁 对他而言 宛若笑话 根本无法对他造成任何威胁 一念之间 便断其魂 翻手间逆掌生死 不要杀我 助手 我是殷煞宗 秋少龙惊恐求饶 但王滕却如若未闻 其话未说完 那强大的力量便瞬间将其免成积粉 对方想要凭借唐月作为筹码 威胁王滕 但双方之间 实力差距实在太大 尤其是王滕掌握的引气精 具有无声无息之间攻杀元神的神秘手段 轻松扭转局势 王滕大修一卷 将虚空中那一道道大道规则 统统收入肝脏道工之中 滋养世界术 同时那一枚梅金丹 也被他收了起来 一股融合的法力 拖住唐月 王滕手指点动 将其身上的封印从容破解 我来晚了 王滕身上那股可怕的杀伐利器 刹那皆如同潮水一般回卷 萧氏无踪 轻声说道 唐月摇头 是我们太弱了 不够强大 与唐月一起回到地面 业无常等人都受伤不清 艰难爬起来 脸色愧疚 同代之中 你们已经足够强大了 若非对方全都掌握了规则秩序 你们未必不是对手 此番之事 不用放在心上 王滕看出众人情绪低落 并且神色愧疚 开口宽慰道 同时 他取出一些顶尖的疗伤单要分给他们服下 助他们恢复伤势 大道规则 大道规则 我们一定要尽快掌握一条大道规则 否则的话 面对真圣境界的强者 我们便不会这样无能为力 叶千仲狠狠地砸了砸拳头 眼神阴质 叶无常 周松等人也都神情阴沉 心中纷纷下了决定 要尽快掌握一条大道规则 这段时间 跟随王滕来到这天龙城 建立起神龙后 对于修行方面 的确有些松懈了 而今日之事 无疑深深刺激到了他们 支持而厚涌 这一刻夜无常等人皆下定决心 这次回到盘龙山 便要立即闭关修炼 参悟大道 他们不是一般人 在荒土的时候 轮回了很多事 而且还觉醒了前世的记忆 对于大道 他们并不像其他修事那样陌生 那样束手无策 他们对所掌握的大道 拥有很深的印象 只要耗费一些时间 再细心地重新参悟一番 有很大几率可以将之重新凝聚 掌握 虽然他们现在的修为境界 还并未达到圣人境界 但是他们的潜力 底蕴 却也不比那些圣人境的强者逊色 他们每个人都修炼 有王腾传授的后天不灭体 还有功法也是神界的顶尖功法 虽然还只是金丹境 但是未必不可以如王腾当初那般 承载其一条大道规则 玉池也伤势很重 不过依旧被王腾救了回来 但却有两名城主府的伟圣将领 已经彻底陨落 这次你们做得不错 都安心恢复伤势 调养生息吧 等再过一段时间 我带你们去踏平阴煞宗 王腾说这句话的时候 语气由平静渐渐转为冷冽 玉池也等人文言都心中一领 被王腾的话惊得说不出话来 踏平阴煞宗 除了对王腾十分熟悉的义无常等人 玉池也等人全都张口结舌 面面相去 自己这是出现幻听了吗 公子刚刚竟然说要带他们去踏平阴煞宗 那可是阴煞宗呀 吉东之第三大霸主之一 掌管有方圆百万里的领地 这次前来天龙城的 不过只是阴煞宗的一只天煞卫而已 放在整个阴煞宗 这一只天煞卫 不过是九牛一毛 根本不值一提 由此可见 阴煞宗的真实底蕴 真实实力 对有多强 但对上王腾那冷厉的 不似玩笑的眼神 还有王腾身上无意间散发出来的 无形的王者威严 却是令得独眼到人纷纷身形一颤 浑身的血液都仿佛沸腾了起来 心中猪般顾忌 担忧 统统烟消云散 只剩下雄雄战役 义无常等人 也都目光赤胜 到时候 他们要将这次的耻辱 彻底洗刷干净 让众人安心恢复伤势 王腾没有再去打扰他们 他看了一眼被大战余波 几乎毁掉的城主府 眼神冷烈 看了一眼殷煞宗的方向 双眼微微眯起 当中有寒芒涌动 他原本并不想这么快就去动 这极东之第三大霸主之一的殷煞宗 只想安安静静地发展神盟 同时默默前修 提升实力 但是殷煞宗却屡次触犯到他头上 尤其是这一次 对方都杀上门来了 若是他再无表示 他这神盟之主 岂不是太过无能 断臂残垣 鲜血秘密 这一战城主府死伤惨重 不但损失两位尾胜将领 下面的兵士 更是死伤无数 王腾沉默稍许 不由发出一声轻叹 这一次终究是自己是大意了 最后 他在城主府周围转动 布置阵法 朱雀分身也从他体内飞出 与他一并不阵 将整个城主府 都笼罩了进去 第1090章王阳补牢 天龙城城主府对于神盟来说 也是一个重要机构 掌握天龙城的人脉 税收等 同时镇压着各大石家 还有辖区内诸多大小宗门 此前大意 不曾在这城主府布下防御阵法 否则若是有一座强大的防御阵法守护 纳秋少龙 又哪有纳秋少龙嚣张的机会 王阳补牢 为时不晚 此刻 王阳与朱雀分身一起 在城主府附近 布下重重阵法 将其严密保护起来 随后 他们又飞至天龙城边缘 当着无数天龙城人的面 布下一座座宏大无比的金氏大阵 笼罩整个天龙城 天龙城中诸多修炼世家 纷纷惊悚 恐慌 阵法 神盟之主 竟然在城外布阵 将整个天龙城笼罩进去 这是要做什么 要将他们整个天龙城中所有人一网打尽吗 有一些是家坐不住 前往质问 这只是防御阵法 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 对抗外敌所用 你们不必担心 王阳客气回应 防御阵法 你说是防御阵法便是防御阵法吗 你布下如此一座大阵 谁知道你是不是想要将对我们出手 若是将来你用这座阵法来限制我们 我们怎么办 各大世家反应很激烈 阻止王藤布阵 王藤的耐心逐渐消耗 眼神渐渐转冷 若是外敌杀来 你们前去阻挡吗 哼 神盟外敌 天龙城本就是殷煞宗的领地 你神盟触犯了殷煞宗 与我们何干 殷煞宗就算杀来 也是你神盟的事 一个修炼世家的话是人冷哼 王藤文言突然笑了起来 无 你说的似乎的确是这个道理 不过我听说阴煞宗行事素来霸道 很时常做一些珠联的事情来 这次阴煞宗折了一只天煞卫在此 而且更有一名身份尊贵的嫡系传人 你们觉得阴煞宗会不会恼羞成怒 到时候学习整个天龙城 王藤的话音落下 顿时之间这几个修炼世家的主事之人纷纷面色大变 显然是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是你害我们一个老者恼怒盯着王藤恨不得但其血食其肉 天煞卫是你杀的 那阴煞宗的嫡系传人也是你杀的 凭什么要让我们跟你一起背锅 又一人脸色难看 王藤神情淡然 关于这一点你们得去跟阴煞宗说 随即 王藤画风一转 目光陡然冷立了下来 语气悠悠道 而且既然你们知道天煞卫与那阴煞宗的嫡系 都覆灭在了我手中被我斩杀 那你们觉得我敢不敢杀你们 嗯 此言落下 顿时间那几个修炼世家的高层纷纷面色大变 立即感觉到了一股寒意油然而生 如同渗透进了骨髓之中 令他们毛骨悚然 这才回想起眼前这个人 可是一个胆大包天 肆无忌惮到敢跟阴煞宗作对的疯子 对方连阴煞宗的天煞卫 以及阴煞宗的嫡系传人都敢斩杀 更何况是他们 你们怕阴煞宗 难道就不怕我神猛吗 嗯 王腾嘴角扶起一丝冷笑 盯着众人道 你 你想做什么 精明修炼世家的高层惊悚退回 此前的质问 强硬姿态 顿时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慌乱 见已经震慑住他们 王腾微微一笑 你们大可放心 只要你们不来主动招惹与挑衅我 我也懒得去理会你们 所以现在 我要布阵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 那几名修炼世家的高层面色变换不定 在王腾微笑目送下黑着脸狼狈退走 哼 此此杀了殷煞宗这么多人 其中还包括殷煞宗的一名嫡系天才 已经彻底触怒了殷煞宗 死到临头 还敢这样张狂 不过他说的也有道理 殷煞宗素来霸道 曾经其麾下有座城池 因为有人惹恼了殷煞宗 几乎被其屠户满城 这次殷煞宗损失整整一只天煞味 甚至还有一名嫡系天才 殷煞宗必定雷霆大怒 到时候我们只怕真有可能会遭受到牵连 那怎么办 要迁徙出城 世代扎根于此 根基都在这里 能迁徙到哪去 这该死的神盟 这是将我们强托上船了 如今也只能期望此人的震道造诣 真如传闻中那么高深 能挡住殷煞宗的强者了 诸世家气氛凝重 王腾没有去理会诸世家的反应 与诸雀分身飞快地布置着阵法 这是一座大型的防御阵法 而且无比玄妙 以王腾如今的实力 耗费精力与时间 辛苦布置下来的阵法 自然不可能简单得了 其中选傲 便是大圣境界的强者 也休想撼动 而外界 天龙城辖区以内 各大宗门势力此刻也都纷纷震动 对于天龙城所发生的事情 他们一直都在关注 他们原本以为 殷煞宗此番气势汹汹而来 神蒙帝将在殷煞宗的强势镇压之下 灰飞烟灭 却没想到 最终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 殷煞宗派来的人 竟然一个不留 全军覆没于此 这令各大宗门纷纷震撼不已 惊悚之至 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神蒙竟然有如此实力 竟然敢跟殷煞宗硬碰硬 那个神蒙之主究竟是个什么妖孽 竟然一个人扫灭了殷煞宗的十二天煞卫 还有那殷煞宗的嫡系天才 在他面前竟然连一点风浪都没掀起来 就被其撵杀 有宗门的高层惊悚 震撼 天煞卫对殷煞宗的总体实力而言只是九牛一马罢了 损失一只天煞卫 对殷煞宗的实力影响并不大 不过神蒙此举 无疑会彻底激怒殷煞宗 接下来只怕会引发殷煞宗的疯狂报复 甚至七百年前的那一幕 恐怕将要重现 七百年前 你是说天煞城被殷煞宗屠成仪式吗 七百年 天煞城的一个世家不知情下误杀了一位殷煞宗陆氏弟子 结果那弟子在殷煞宗竟然极为重要 惹得殷煞宗勃然大怒 牵连了几乎整个天煞城 下令屠城 血流成河 此次神蒙所行 甚至还要盖过新年天煞城之事 难保当年天煞城的悲剧不会重演啊 双引号双引号